台东专科学校 今年学生在体育项目的比赛上 屡获夹击 尤其在足球 举重 建立 等皆有出色表现 事实上 这些优秀运动选手的背后 有着来自在地企业的请力协助 今天节目制作小组 就带您一起发掘 这一份温暖的在地关怀 因为进到我们台东专科学校的学生 这些运动选手大部分都弱势家庭 因为学校这一方面的发展 把他们缩进来 缩进来以后 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所以说在这个经费的这一方面 我尽我最大的能力来支持 让这些小孩子比较没有一个 别烦恼了 郭聪敏夫妇是土生土长的台东人 身边有许多原住民朋友 然而他们也看见台东的原住民家庭 因为经济问题 对孩子的教育受到影响 于是尽一份心力 想帮助台东学生的信念 在他们夫妇的心中开始萌芽 小孩子如果从小慢慢让他培养起来 有正确的观念 有好的学习环境给他 将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有新的观念 他可以适应我们目前这么竞争的社会 那相对的 他的家庭一定会改善 台东专科学校足球队 在今年便打进了全国前八名 妖艺的成绩能够给予学生成就感 而经费的补助也帮助了学校 能够长期发展体育相关事项 现在装车学校面临的是 球员的不足跟经费来源的不足 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帮助非常大 因为我们可以除了积极地来培育学生 他的技术专业之外 另一方面也能够来协助同学们 来发展他们对体育运动相关的一个专项 郭崇敏夫妇除了透过捐赠奖学金 帮助台东的在地学生外 事业上因为长期与原住民朋友相处 基本身从事建筑业 因而提供给台东原住民许多工作机会 渐渐也与他们成为知心好友 我一直想过我如何能够在台东可以创业 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给我的一些好朋友 有一些工作的还有私底下的事都有 有时候有去他家里聊聊天 然后吃饭 好像是当做朋友一样 他做人不错 因为曾经我有生病过 也是他帮我 如果没有过等我可能没有在这里工作 近几年郭崇敏夫妇也慢慢的将事业移交给他们的儿子郭大臣总经理 他辞去原本的工作 从繁忙的台北回到家乡台东 郭总除了接受了父亲原本的事业外 更延续父亲的一颗公益心 其实从小时候父亲给的观念就是说 一个人的富足程度其实不在于你拥有多少 而是在于你付出多少 所以其实我从父亲身上学习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 其实都是互相的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愿意付出更多 那我相信我们得到一个更多 所以我非常赞同父亲在公益方面的付出跟努力 那我也希望说在未来能够延续这样子的角度 深耕台东三十多年的郭聪明夫妇 父亲俩共同有着回馈向里的心 我们郭先生他对公益这一方面他真的越做越快乐 所以我是全心全意的支持他 公益活动我觉得它是企业的一个责任 毕竟取次社会我们还是应该要回馈社会 这样我们的这个社会才会温暖 当然如果把公益这个事业把它当作自己的兴趣在做 那是非常快乐的 不是说从事公益都是很辛苦也不会 在今天我们看见台东人的美 郭聪明先生向孩子说 富足其实不要看你拥有的 而是你付出了什么 并且将这份信念身体律行 无论是教育捐赠或提供工作机会 郭董和夫人不只找到收益的平衡点 也找到了人生中付出与收获的完美平衡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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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